跳过 哼 平 跳过 哇靠 哎 看 终于赢球了 技术拿和内码 跳过 你们 跳过 你要走人 别逗了 你在我们待那么长时间了 不许走 现在开始给你们合同了 因为哈达没准要卖呀 马斯托尔给一份吧 阿玛迪暂时也不给了 没准就卖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要求的薪资 比现有薪资低的 谁受伤 四个月 卖都卖不了 对吧 连MCT 踢着玩嘛 输赢放一边 归打这场也就是这个赛季最后一场 是身体 唉 怎么射 这辣子 这也能提篇 哦 这会给我来这个 算你狠 连打肯定的球 是吧 我升到这个 传奇之后 你们有印象 我SKU MOOS过程成功过吗 我自己怎么从来没有呢 我靠 迷迷 跳过 又平了 你们行不行 靠 我们最后排名第六 唉 最后七回 我可能就拿了一个几分吧 你要离队 好的 大 啊 你这样走啊 别啊 把你给这盒子就能搞定了呢 你别走啊 我舍不得你走 超级赛季 C超级赛季 球会的目标是打进几分榜中游 我就在几分榜中游 一个连杯的表现虽然不如如期 如果我们在下一代再起大连杯的条件 我相信我们会成功 国内表现非常好 怎么会被解雇呢 我带的又不是巴萨 还是每个赛都要拿冠军 国内杯赛要求打入16强 好低啊 估计联赛杯和组总杯随便找一个进去就行了 这次给钱多点 3000多万 联赛目标呢 还是欧联杯参赛资格 就前六名呗 四分怎么突然间到87了 别有想象中的高那么多 哼 那就留着吧 问记者签的是巴萨 这一年你都发生了什么 球员都到了 哇 欢迎你们家蒙斯特克城啊 希望这里是你们的新家 你们喜欢这里 希望你们在这里待开心 走 先挂些人去吧 我们有这么多门将 立马可以卖掉了 我们不需要他了 金增至转汇名单 多大鲁马可以暂时先留着 到了这个租界结束之后就可以回家了 我现在有两个少门将 斯特根和莫雷亚 莫雷亚始终提替补 好可怜 斯特根我记得签的时候 数值是82 然后 现在已经长到87了 不知道这一年发生了什么 你一定是刻苦训练 想给我留下个好印象 这名后卫也可以先租出去的 摩尔可以卖了 肖克鲁斯已经退役了 我们新来了两个中后卫呢 一个是 海银茨 我就这么翻译吧 82 叫什么苏莱还是叫什么呢 数值86 主力中后卫 库卢普呢就可以 挂起来了 斯托尔 五颗星的skims年龄还小 不想卖 一名后妖 克里斯托佛罗 属于那个后厂控制型的 阿隆索那种类型的 来自乌拉圭 两颗星的skims 29岁 佩雷斯 是一个年轻的小孩 也是我签的 应该潜力不错 还有四颗星的skims 一个后妖 所以米琳可以挂 可以租借 拉玛纳是我去年买的 去年还涨了一点 涨到82 阿瓦迪也可以卖了 像基米希 28岁 数值85 也是阿隆索那个类型的 不过 抢劫也挺好的 控球也不错 三颗星的skims 还可以替后卫 还有伯格巴 还有三森 也是控球和拦截都有 而哈纳可以卖了 本诺泽特 就是便宜加上速度快 数值高 等这个冬天就把它卖了吧 关键数值高啊 身价就高 3000万 德派 还有马夏尔 还有布鲁马 他们几个人都是四颗星的skims 这名边缝也是四颗星的skims 27岁 阿瓦有五颗星的skims 也是我自己搜到一个小黑人 布斯特斯有四颗星的skims 都可以租出去 恩波洛 尼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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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也是钱嘛 速度还是挺快的 97 就是没有什么skims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Warner卖了 然后张玉宁 出到6300万了 哈哈哈 不卖 我靠 威斯奇尔尼这个 哎 董事会帮我给他卖 混蛋董事会 我让他坐穿板凳 我也不想把他卖 谁用你帮忙 2000万 卖不卖 哎 等等等等 好像给高了 好像给高了 为什么董事会建议我1000万9万搞定 两年是不太短呢 算了 你也不一定一次的同意 既然租借 切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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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同意了 那么快 欢迎来到 不乐城 我们再去签个顶线中后位吧 中前厂树枝都已经码得挺高的 他也可以 他之前主要是买过的 问问他 先把 嗯 大摩 米兰接受他 我靠 你又买他呗 米兰 怎么就卖了 两家百万 可以可以可以 你们谈得 你们就去谈了 果然 果然 谈爆了 1000 少点吧 算了 谁叫我中厂那么多人呢 他接受 欢迎加盟斯托克城 主场的阿森大 模拟个试试 以我们最强首发 看看 能模拟有什么水平 门将斯特根 数值87 几个后位平均起来 数值85.5 接近86 两个后腰 平均数值85 基敏西 和我不认识一个人 还有伯格巴 博格巴提前腰 数值91 前方恩波洛 左面内马94 右面本特泽特 反正 就是看他数值高 所以摆那 进球吧 还不快点进球 对面好歹有来万 还不快点进球 进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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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他们中后位都是屎啊 快点进球 你大爷 干呀 两后队 我们被罚了 算你狠 平什么 你说这 也没有控球比例 也没有就是 厂军助攻进球射门术 就是什么都没有 看了什么 又是0比0 那么高数值都能踢0比0 租借吗 买呀 好 到那边好好踢哈 主要他只有三颗星的SKUM 四颗星没说 我还上上 又是主场比赛 这我也不想踢啊 不正经 你要再输你们盯着 要不 又平了 认真的吗 诺丁汉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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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自己干 鲁汉森林 鲁汉森林 好高 鲁汉森林 走 让鲁汉森林 哎呦 喂 门见铺道 又被先进球了 这场比赛要贵 还能端下来 弹弹弹 最好让他空下来 直接扭头又射了 击击很高 这一把是不是 这有印象特别深刻 这行宽度就这样吧 差不多吧 嗯不录 甲扣终于成功了 这是我升到传奇之后 过了第一个人 传牛射门都要下30 射门也要下30 28 25 波克巴 直赛 错射 漂亮 2比1 可能真的管用 哎 呦 我把回传 竟然没够到这个球 我还不带着解围呢 我还不带着解围呢 我想回传的文件 稳妥一些 竟然没够到 大距离 不大 我看你这混蛋 你还拿动作频率比这个文博洛快 别急我 你们两个人挤一块去了 被扳平 排在第十二位 正好在中游 三战三平 进两个球 试两个球 我都把战术板调了 基本上就打完速度了先 好吧 主场这么多队 你们认真点啊 别再搞我了 三比一 终于看见三了 好开心 我相信你们 没有 哈尔洛一起 哦 两个人进球 闪电 跳过4比0 回比利时了什么 84 哈大也值1000万呢 试试吧 加加一正经 长大之后没用过 正好想试试 可以 三年吧 加加一同意 欢迎 克雷亚 4000万去曼城 我还是说明年有点闲 接着闲钱就把克雷亚弄来 有点悲客 诶 都麻烦一个人了 至少不会输啊 跳过 2比1 还让人进那个球 跳过4比0 哇 难道这是战术原因 挑完战术之后这个比分啊 真的是非常的好 呵呵 现在比赛对雷丁 客场 不过连赛杯 我也没太大所谓 你快要替服任容吧 还是模拟过去算 跳过 2比1就赢了 呜呼 布鲁玛 伯格巴替服上还进了个球 4连生了 来 哇靠 卡死我了 布鲁玛好小啊 等到食物 恩波罗 不能汤 哇靠 啊 摩洛下 射那什么 靠 No 噗 好后卫 假扣着慢 投球 yes 不啊 让你扑我蛋刀 投球一等扑 假扣 一点做的门都没动 太好 伯格巴 我们最有威胁的其实应该是恩波罗那个单刀 对方最有威胁的应该是拉什福德那个单刀 我们目前为止 15个积分 赛季三连平之后 我们改过战术之后呢 就是赛季四连胜 中间还加着一场 那个连赛杯 赛季五连胜 之后呢 我们排到了第15名 立武浦竟然排到了第一 而且一场还没输 才是丢三个球 赛季还长 下期节目见